台北市的捷運環狀線建設 參考國際主要城市如東京首爾新加坡的經驗 完工後將串接雙北14個行政區 並連接14個轉乘車站與16條軌道路線 成為全國首個全環捷運路網 近日台北市長蔣王安視察南環段CF670A 去段標施工情形 與在地立委、市議員文山區長及沿線里長 聽取工程進度 那首都環狀線事實上是我們的建構 事實上是我們台北市現在最重要的一個政策 那整個首都環狀線它的全長大概是49.3公里 那未來會有14個車站 14個車站是轉運站 那以後可以串連整個雙北的一些重要核心的區域 那我們分三個階段來興建 第一階段是環一的部分 那目前已經同車 那第二階段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南北環 那第三階段是我們的東環 那北環是從銜接環一的新北財源園區站 一直到這個建南路站 全長是13.25公里 有10座地下車站跟一座這個機場 那這樣就完成整個環的一個銜接 那接下來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現在的這個所在的670A的區段標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是我們南環最早施工的一個區段標 那這個區段標有兩個車站 一個是這個動物園站 另外一個是鎮大站 還有期間的這個兩段隧道 在車站開工之初 有一些這個規劃跟設計 有一些這個工地的設計 跟一些書面作業要完成 還有包括動員等等 那包括一些周邊的建物的調查 跟這個監測的作業 目前都已經完成 那目前動物園站主要是在做這個文湖縣的蹲住保護 那鎮大站我們這個地方主要在已經在施作這個擋土裝的作業 那動物園站 它是一個地下兩層的導師越來車站 那未來通車以後 可以跟文湖縣的做這個站內的轉成 那這是我們動物園站的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站體的位置 跟現在的文湖縣的蹲住 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對文湖縣的蹲住做一些保護 才開始做我們的這個連續幣的工程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這個鎮大站 那這個鎮大站 我們是利用這個鎮大的這個裝進外設的這個 這個工區 我們來做我們的車站的規劃 那當然這個 我們看起來是很大 那實際上對於車站來講 事實上它還是不夠大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我們的車站壓縮到 事實上是目前北捷最短的地下車站 只有98米 那我們之前最短的車站都還有120米 所以在這邊我們為了讓它能夠塞到這個基地裡面去 我們把它壓縮到一個最短的地下車站 那等於是向下發展 我們要做V4層 那等於是事實上大丁層因為在地面上 所以事實上等於將近是有5層左右 那這是我們 我們現在的位置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們車站的這個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我們已經把它壓縮成98米 可是事實上它還是會有兩米會突出在萬獸路的路上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做一個交違 就是說下一階段 因為我們目前這邊的擋土裝已經做得差不多 下一個階段我們會把萬獸路移到車站裡面來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國油路面 油會變成路面 然後我們要去做外面的這個 在路上 再目前在路上的這個擋土裝 所以這邊雖然說大部分都在路外 但是還是必須做一些簡單的交違 來完成我們要的一些工作 事實上等於說 現在的鎖度環狀卻已經全面啟動 那捷運局已經完成了152公里的捷運路 那後續我們會秉持一樣專業跟負責的態度 克服萬難 精益求精 持續來推動我們的捷運工程 蔣灣強調區段招標面臨重重挑戰 因為疫情 惡物戰爭 以及國際物料上漲的影響 讓施工難度增加 然而市府團隊最終成功完成招標 展現推動捷運建設堅定的決心 和執行力 捷運入網的新建 我一直強調 它是台北市的吸血管系統 接下來環狀線的完成 它絕對可以打通熱度二脈 我想給予市民朋友 更便捷的交通運輸 所以我們相信在南北環段完成 以接下來東環段環狀線的路網 新建完成之後 將會帶來台北市整體的交通運輸的全面提升 來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帶動台北市整體非要式的發展 所以這不只是所有市民共同的期待 在我們市府團隊上之後 非常的重視 就是希望能夠將環狀線各個區段標 盡快的完成招標 盡快的動工 那剛剛在報告當中大家也看到 我們南北環段總共八個五間標 後來在環隊共同努力下 我們北環段六個標 四個已經在陸續開工 剩下兩個標 南環段兩個標 我們標出一個剩下一個非常困的 所以南北環段剩下三個是最難做 最難標出去的 都在九月跟十月這個兩個月 我們順利的完成招標 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謝我們所有的團隊 大家非常努力積極的在克服各項困難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大家也知道經過疫情 俄乌戰爭 國際污料的上漲 其實這麼難做的三個區段 其實招標非常的困難 後來在包括林副市長 包括政局長 算個團隊不斷的召開廠商的說明會 去了解他們相關的疑慮 各項的風險 甚至主動出擊 去拜訪許多有能力可以來施作的廠商 為什麼他們一開始沒有來投標的原因 去了解後來不斷的調整優化以後 終於在這兩個月完成了招標 環狀建設晚工後帶來交通便利 更將促進沿線周邊的產業發展 包括居住 教育 觀光及文化層面 記者翁軍 台北不到 好 媒體 朋友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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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